那個復興區的天幕集會所我們一定會把它設置起來 那最後就是這個有關河流部落這個部分 因為我前陣子我才去看過 那現在正在做這個其他的這個基礎的設施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我圓民局這邊要按月的 把進度跟我們的這個居民講好不好 好謝謝請坐接下來我們請劉聖賢劉議員吳春邦委員 還有蘇嘉明書議員共用20分鐘請發言謝謝 好謝謝議長 那個市長也辛苦你了 已經上了一個早上 今天你穿的你今天非常帥 為什麼你今天穿的非常 我們原住民最喜歡的顏色 青山綠水的領帶 想說特別讚美你 我也希望你透過今天給我穿著 真的發自內心 真的愛我們原住民好不好 用你的愛來關心我們原住民 剛剛我們那個 孫志強一言提到 國立原住民博物館 真的我們也希望在桃園市能夠設立在我們 落腳在我們桃園市 但是那時候呢 萬一我們跟新北市差一分的話 我相信這個一分要扣在市長你的身上 為什麼 當天你沒有去嘛 對不對 當時是那個王副市長去嘛 所以說 那時候你不要怪我們的林局長 也不要怪我們的王副市長 我跟那個議員說明 場刊的時候首長都不能去 那是原民會拜託的 他說我們去的話就變得說 他要執行場刊的時候 我們當然首長都會要求很多 所以原民會拜託的 所以其他各區我的了解 他們都有這樣拜託 但是我們在呈現資料 跟他們溝通沒有問題 落實在我們桃園市 好 那個副市長請坐 剛剛講扣分 我再說一次 讓議員比較了解 上一次 選址沒有來青浦看 青浦打零分 我想任何人都不會接受 那新北才多我們一分 青浦被打零分 我是怎麼想 青浦都不會應該零分 那個請教市長 這是我們桃園市 全區的所有的那個 原住民的豐年節 除了復興區之外 你哪一個區沒有參加 我大概時間許可我都有去 哪個區沒有參加 我印象中我去了大概八九個區 好 那就沒有去的那個區 請那個區長 八九個區因為有時候時間 不一定許可 本期那個當時當天 我們市長的那個行程 好不好 我想說很多的那個豬人 他們有意見 就是為什麼市長沒有來我們的區 是不是市長大小也 我想說這個部分要成績的話 如果今年 因為那十幾區都有辦 如果今年某幾個區沒去 我明年那幾個區就優先 就是這樣子處理 這個是你承諾的 對 關於那個我們農潭區的那個集會所 當時市長也承諾 說農潭區一定會在你的任內 能夠設立新建這個原住民的一個集會所 或者是活動中心對不對 但是當時在前朝的時候 在還沒有改制的時候呢 我記得印象當中 我們農潭相公所 在他的那個行政研區裡面 有把我們原住民的一個文化的一個集會所 有設在這個行政研區裡面 但是當我看到那個 那個整個新的生殖轄室以後呢 整個整個規劃裡面 就沒有我們原住民集會所的一個區塊 而且我從我開始 從我們警察局 龍潭警察局 龍潭分住所 然後衛生局 然後消防局 消防所 然後一直到現在 在上次的那個 圖書館 跟那個 鄧影賢 他的那個 那個洞土典禮 我都有參與 我一直期待 在期盼 為什麼也沒有我們原住民的一個文化會館 這個行政園區沒有設原住民集會所 這個行政園區是在我上任前就發包了 不是我發包的 我上任後是把後面的圖書分館 加上鄧影賢紀念館 所以不是說我上任把它取消 那個議員當時龍潭區公所 就沒有規劃在那邊 設那個原住民集會所 他是 嘴巴可能有人跟你講 他實際上他沒有 表會 就是說當時把那個原住民集會所 規列在第三期 第三期的工程裡面 所以他那個區公所就提供了一些資料給我 還有一部分的土地還沒有利用到 我是希望說 我想那個地點 有沒有土地那個議員最清楚 有這邊有 我想說只有709點 浴室坪 然後剛剛那個過去我們去選址的時候 是在那個 提議員區的那個 但是還是國防部的那個土地 那個陸軍總部的土地 我想說辦理不用照變更地幕下來的話 可能你的任期已經結束了 他還沒有辦法變更 所以我想說既然 我們這個行政員區裡面有這個土地的話呢 而且是特地目的事用地 而且非常的容易 而且可以馬上明明就可以動工 我想說這個部分我想說那個 這個請市長 這次議員的建立跟你上次質詢不太一樣的地點 沒關係 我們兩個地點一起來考量 OK好 因為今天你講的是不同的地點 所以我想一起考慮 因為當時那個區公所那個鄧區議長 他給我們資訊是說那邊有土地 但是一查協之後發現非常的困難 雖然是國有地沒有錯 到時候那個地幕變更的時候真的是非常的難 兩三年三四年搞不好都還不成 我想說既然行政延區 當時我們相關所也同意 在這個區塊在行政區塊裡面 能夠設置我們原住民的集會所的話 我想說一步就簽成簽就起來 就是讓我們原住民集會所在這裡 每個基地都要了解 那個市場只有七百坪左右 好我現在完全了解那個吳春芳議員的期待就是要設 因為你上次質詢的是另外一個地點 那今天你提的又是農潭鄉公所過去說 第三期遠期方案可能會有一個地點 都沒關係哪一個建議案都好 我們一起來評估 好那就先先謝謝市長 好感謝我們的主席市長 你先坐著沒關係啦 我想副市長在這裡很容易沒人問 副市長坐著 那個我們的銀光東路 我打通你的工程那關的嘛 你先了解 銀光東路要打通 現在你們大陸小塊區了嘛 因為小塊區要從我 感謝市長 那個我們小塊區 現在我們地政局在這邊 已經如土如我在展開了 那那個我想那個銀光東路 那個跟南崁溪的橋樑 那個南崁溪的橋樑 副市長 你看那個有當時有辦法做的 明年沒有編路預算 你現在銀光東路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那個 市長你要講沒關係 小塊區重劃案 總共有18條道路 有五個清水公園 四座橋樑 對對 你說的銀光東路打通到銀光街 中間有一條村小橋 那因為這橋做要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他盡速動工 那他給我的時間好像是明年 明年11月底前 包括橋樑包括道路會暢通 我當時把他列為 明年底以前喔 對我當時把他列為 因為他那個橋做的時間 要比路看麻煩 所以村小橋加銀光東路的打通 這個一個橋樑一個道路工程 那我原本我是希望明年中就完成 他說要到明年底 因為村小橋橋的完畢 因為那個列很少 一天四五點你看看 我常常過 我是希望說 我們的南侃溪的三個主題公園 跟東門溪的兩個主題公園 加上明光東路打通優先座 這個是 還沒有優先座 那個地方一定要優先座 因為這次高麗的汙水下水道 每天下半時間 我自己做一部 以前那邊 那邊要配合東門溪整治 而且我們有一個下水道 汙水下水道的管線走 那邊 下水道汙水道就是在那邊走 所以這個計畫 有附加了很多公共利益的目的 所以我才說 我們的重劃區 雖然自辦 自辦 也不能夠延宕 不能夠草率 也要接受政府的規劃 把公共設施完成 對 那小外區 地政局長 小外區你這次進度如何 你讓我知道 9月8號動工 比較重要的一些工程的話 市長要求要提早完成 然後總工程大概107年的7月前會完成 107年7月前會完成 我太少了那個 桃園市有這麼好的一個地點 這個地方不錯 市長的得證 我也站在那附近 所以我想拜託你要 跟堵車明光東路的橋樑 明年 市長說107年 要完工 可是你的預算你一定要翻下去 你沒有翻預算 不然交通問題你沒辦法去處理 好不好 還有我們那個 我們國民運動中心 我請一下市長 國民運動中心 你會有公告出來 7月完工 我想請問市長跟公務局長 這個工程會如期完工嗎 聽說我處長要再改 我想我們提過 那市長對不對 也提過說沒有必要 改不可 新工處負責興建 我們桃園有兩個運動中心 一個南平 一個桃園 是不是要淘一個桃園區 桃園區對一個 現在最快也是桃園區的吧 這兩個完工日 我印象中很接近 都在明年的暑假 應該是一個6月一個7月完工 哪個比較快 差不多 差不多 只差一個月而已 哪一個比較快 應該是桃園這個 桃園公民運動中心 對 可是我說你那個屋頂又要改 到底有什麼原因為什麼還要改呢 那個現在我們正跟體育局在商討 看看有沒有需要 他如果真的要改 大概會影響一到兩個月的期程 對 所以我們正在商討 還沒有做成決定 對 市長也說要充分去了解一下 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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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桃園區 是不是第一個 如其王公的那個 我們的桃園國民動中心 現在市長一個得證 那我好不容易 我當市長期間 那麼用心的爭取 那麼好的地點 如果很多人的期待 期望 我們體育局跟公務局 公務局長 體育局長怎麼樣 我跟您做報告一下 這個案子 這個黃局長跟我講 講了以後 我是很慎重的 跟這個黃局長說 我們要再了解 等他們了解好以後 跟我們討論研究 然後我跟黃局長建議說 這個案子 我們兩個一定要親自去 跟市長報告 好 因為時間有限 你真的沒有必要 不要亂改 他真的 那麼差距 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到圖 沒有看到規劃 我不了解 不過那個狀況 也會跟那個 蘇議員這邊 對對讓我們了解一下 好不好 還有市長 土地公那個接水問題 拜託你 你有沒有跟人說 文化局 這是我們土地公文化 辦得很成功 也感謝文化局局長 市長你剛政府來 沒落後 我們20多年沒落後 那天八公有保備 你現在紅台你也沾到福氣了 我跟你講 痛苦 這次的台灣都沒有什麼傷害 你那個接水問題 你不要回答 看怎麼樣 土地公的那個 接水接電問題 要重全處理 因為 兩千多個土地公廟 對 那都沒建造 這事實 他是沒有建造 所以他常常用自然能的方式 去接水接電 這個部分 我倒是認為說 我們要重全處理 不可能土地公廟沒水沒電 拜託 功德無量 局長 感謝你這次土地公文化辦得圓滿成功 好謝謝 我們留給劉盛淺 好吧 好 謝謝 謝謝書議員 謝謝主席 來 市長 我要跟你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北台灣 北方 我覺得我們的心臟是在機場 那有三條大動脈 第一個就是綠線 第二個就是機場捷運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說的中線 我們現在要這樣說 綠線什麼時候會通車 沒有人敢給正確答案 那就大概統一答案就是安全無語之下通車 綠線確實要早點通車 但是沒有時間表的原因是要改善完畢才可以通車 那綠線的部分 我現在這樣子綠線的部分 我現在這樣子綠線的部分 機場線拼通車 綠線拼洞工 中線拼定案 中線還沒定案嗎 中線可惜預告要過 那個他要在行政院核定後才能夠辦理綠線規劃 好 那機場捷運拼通車是今年拼通車還是明年要拼通車 交通部也不敢講那個時間表 那我看媒體有寫說12月 他會不會比綠線發包還要晚 什麼 我們綠線應該平均較早發包 對不對 綠線的表定時程到明年6月發包 明年6月發包 那等於說明年6月之前 機場捷運也不一定會通車 應該我們希望早一點 我們希望早一點 對因為假如說改善的計畫能夠確實落實 那安全沒有問題就通車 我跟我說基調是一個心臟 這三條捷運是一個大動脈 那我關心的是綠線的部分 因為綠線是一個A11 那我上次質詢的時候 有提出一個問題 局長我拿什麼問題你還會記得嗎 局長應該不記得 因為我們這個檔 他每天這樣笑笑 不然就是這樣跟人家平民 他忘記我提出什麼問題 如果說配合那個捷運的都市計畫 是不是會快一點 可是整個坑口 現在就是列為自由貿易區跟商業區 那是第一期 第一期那航空城的部分 我認同你的辛苦跟推動 捷運的部分 我希望說能夠比照台北 不管是溫湖線還是哪條線 就分段通車 那我也建議市長 說綠線的部分 是不是說發爆以後 會當務 你也說從坑口站 跟到G13站 高價的部分能夠來先動工 地下的部分慢慢來擋缸 那這樣子的話 會縮短整個營運的期程 如果照這樣推算的話 到2024年 我們的立線 才有辦法來營運 2024年 我們興建的時程都是抓7年到8年 那如果顧問公司規劃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會高價段先開工 那地下的段落是要做潛頓基 那走的時間會比較晚開工 整個都是統包案件 那現在到底誰得標也不曉得 那我只是建議你朝這個方向去思考 能夠分段來通車 然後能夠高價的部分先來做 那時候 可能我們通車部分就比較快 那整個桃園的捷運公司 比較不會抓那麼快 如果只有一條機場捷運 一定是了解 那如果說綠線通車 中線又通車的話 那這家公司它的前景就會不錯 我覺得不錯 所以我是給你建議 因為你們到現在還沒有發包 那以後也是整個統包工程 是不是朝這個方向 就是說能夠像台北的文湖線也好 能夠分段來通車 然後分段來施工 那跟其他議員講的不一樣 我認為整個工程最主要是要順利 那整個技術上能夠分段的話 就要盡量去分段 同包工程也是要分不同的路段施工 因為那個高架跟地下不一樣 一個要淺頓機一個不用 哪呢 你能夠朝這個方向下去做一個 總體來說朝向綠線 早日動工 縮短工期 早日通車 這幾個目標來完成 那至於方案 是高架化先動工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 地下段做淺頓機完才動工 那至於說將來有無可能 比如說以一文中心 或以我們的桃園火車站為界 是不是哪一段先通車等等 這個我們在PCM的時候 可以來稍微討論一下 那工期如果算得很清楚的話 我是希望八年都有點太久 那能夠縮短工期 我們會盡量縮短 對啦 我們目標一樣 我不希望說能夠 不要說拖到2024年 盡量早就盡量早 盡量早 盡量早 對 可能看得到 發包了 發包明年就會發包了 謝謝 感謝市長 你知道我的目標 那繼續請教你 我們來講機場 那機場的部分 我剛剛說機場是一個心臟 那大概五六年前的話 機場他還是個行政組織 後來改了桃園機場公司 那整個機場 你也知道它的問題很多 像上一次漏水 他就說是我們桃園市政府的問題 結果查清楚以後 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都全是機場內部的問題 不管是老水的問題 還是碟子的問題 還是水公破壞的問題 分水的問題 都是他們的問題 那在機場這部分 包括補心機飲水 也說是我們的問題 那後來 後來他們有單起行政責任 現在整個董事長跟總經理都換了 都換了 然後那個總經理 也欣賞 我也欣賞市長你的眼光 當初你就知道機場跟捷運脫離不了關係 所以把曾經在機場當過主任的那一位先生 到我們捷運公司來當副總經理嘛 那他現在是在機場公司那邊擔任什麼 總經理 總經理 應該是要做當署訂 因為以你的力量 那個好可哉是你一直撞 以你目前最有 桃園最有力量的男人的李鎮文燦 所以你把他推到那邊當一個總經理 真的是最少要當一個董事長 那個蕭登科總經理 他當過以前叫航站的時代 當過四個航站的主任 算是資深的航站的管理人員 我欣賞你的眼光 你沒有當主任以後 你把他調來當副總經理嘛 對不對 因為以後機場也是我們機場捷運最大的客戶 使用的人最多 我請洪水師去看 所有的地理洪水最好的桃園捷運公司 所有去那邊當的都會升官 都會升官 陳忠義也在等升官 你這樣講他笑不出來 沒有啦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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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請教 捷運公司那邊我們有兩席的董事 對 那兩席董事是之前就有 還是你爭取來的 他本來我們是五股權董事 目的是為了協調 好那大概 因為其實機場的營運狀況 這個 所以重點就是原本我們這是沒有兩席 後來你去後面你去清廚 所以我們桃園市政府這邊五股權董事 現在占兩席嗎 未來齁我跟議員報告齁 沒有看那個荷蘭史基普機場 機場公司跟捷運跟開發公司 有互相持股 那理論上要互相持股才對 好啦沒關係 我們現在這兩席董事長 有朱松偉要什麼 朱董 沒有沒有我們是用那個交通局 那個我們的航空城公司 跟我們的那個 我這邊的資料是高董 是高邦基跟朱松偉 應該是交通局 沒有沒有沒有應該是朱松偉當董事 OK交通局可能有負責監理 我記得我派兩個董事 然後高邦基也是董事 所以我不要講 不過這個還有一個功能 事實上我講那麼久 剩下23秒 我要跟你講的是港式合議 好 雞龍 雞龍 台中 國雄他們都要推港式合議 你剛剛說我們桃園的火車頭 可能在航空城 對 有可能是在另外講的那個叫做矽谷 其實港式合一 對我們桃園是非常重要 沒錯 至少要港式合作 對 所以我希望說 能夠港式合一 港式合作 你要照這個目標下去 我希望將來 好 好 今天我們登記的議員齁 全部執行完畢 我們散會謝謝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